考考大家的观察力 你见到什么? 在窗关外面的铁笼 大家见到什么现象? 当然跟生物科有关 见到盆栽呢? 放在窗边盆栽有些东西伸出来 側一点可以见到 正在那棵植物的花旗 见到吗? 我们经常讲植物 研究它的向光性 永远提及坑部、叶等 永远有盲点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植物的枝条 尤其是开花 里面有花粒的枝条 其实那个正向光性也很重要 大家见到这个? 它什么都不伸出来 伸出来的枝条 上面有些花粒 有些花粒 有些花粒 在那里 这个花粒一开 就是见到很漂亮的枝条 那它伸出来做什么? 它又不是光合状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站在生物来说 比起光合状 我觉得真的 重要性 就是不下于光合状制造食物 就是繁殖 如果花藏在蟬中,是否受粉或全粉的基督打折扣 看到正向光性的重要性,除了光合像,根就在提下 轉入泥土吸礦物或吸水之外,生殖也很重要 花很漂亮,捐出籠或窗口外面,無論是峰霧或蟲霧 也好,遇到Pollinating Agents的機率高很多 那就可以繁殖下一代 所以reproduction對於生物來說,很重要 在七個生命特徵之中,除了開飯之外 我覺得這個也有重點要講一講 大家欣賞一下黃色的花醉,很小的花 在生殖的短短時間裏,馬上探出自己的頭 令那棵植物繁殖下一代的機率大大批高 又令一個大自然的ordinary miracle 即是很平常的奇蹟 大家多點留意,校園四周圍很容易發現這些東西 就會找到一個小蟲霧